赴美开转第十一轮高级别磋商 展现了中方负责任的态度和推动磋商的诚意 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 照顾彼此关切 通过合作和协商的办法解决存在的问题 同时中方已经做好应对各种可能的准备 最近有些中外媒体朋友跟我说 跟踪中美经贸问题很辛苦 因为中美经贸扩商紧握密码 节奏越来越快 确实在过期一段时间里 中美两国经贸团队 保持密切接触 至今已经举行了十轮高级别磋商 双方团队均开展了大量工作 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推动磋商取得重要进展 中方的立场 中方的立场的态度是一贯的明确的 我们反对单边加征关税 贸易战没有赢家 这不符合中方的立场 不符合美方的立场 也不符合全球的立场 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 通过对话 而不是单边措施 解决问题 在相互尊重 平等相待的基础上 达成一个互利双赢的形 同时 中方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 有决心 也有能力 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